啊 大克 还是国标 现在都很喜欢开场攻大唐特袭或者开场笑大唐 但是也现在 现在也都是开开场就醍醐大唐 他这个应该是大唐家宙斯的国标 武神才应援来了啊 珍宝盒在蓝方选择应援 你现在投票看看说不定奖励 奖励还好的 说不定有奖励 谁 大家在武神侧这个地方可以点点一下 我看到有人拿了50点点卡 这个奖励越早拿越好 越早点越好 过会儿可能就没那么高奖励了 感谢送的卡最后一票啊 感谢送的歌一票啊 感谢 谢谢香巴老送的小风车 感谢感谢 啊很快啊 来到了风天起 没有因为我刚起床 我刚起床就这样 开点 迪力把满天 对面是没有物理素的 上一把我记的是 我们这边大堂先平坦 他在值得塔 还是干了个什么事 因为对面可能判断 我们这边并不会马上发起 这样就显得大堂刚才那把很少 有点傻 我这么说吧 就刚才这个两万事了 我刷秘境我都秒不出这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刷秘境 我平时打boss的时候 主怪行不删军 我有时候还会用金击5秒一下 我都秒不出2万4这种数据来 我刚起床 声音就这样 我们平时刷任务的选手 也就那些魔王 他们点了那个休息单位 有三倍伤害的哥们 还得出法报 才能打出这种数据来 太离谱了 他现在在PK当中给我看到这种数据 不演了 直接开始除妙 大家平时只要在区内玩游戏的 我建议大家现在赶紧多点一点 有了就点 有了就点 下一场就没必要点 就这一场 还早 奖励也还有 点了是有奖励的 你要么没点这个心脉 要么是挑战模式 他不他不当NPC算 就这样 有奖励也有了 他这用的不是古神天书特效吗 你刚才说没有特效 我是在想 这特效这么熟悉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 古神天书 施法多流畅 我觉得原版特效 拍得个便秘似的 慢没又慢 是的 昨天没有用 我知道昨天没有用 所以我昨天看就很难受 这个是古神天书的特效 新鲜玩意儿里面可以买 这么确定 地府也不是笑的法系 地府笑的女儿孙 想提前反笑 这把封测剂 我怀疑也考虑了对面机械人的操作 应该会有一个 他怕有一个单位来笑法系 化身要活大糖化身不会笑 斧陀一般来说是反笑女儿孙的 斧上一个光辉 这宝宝是不能神诱的 心心向荣 错了 等下 闭嘴 这些火力要逼 roll 蹭嘴 这些火力要在拉 超級隱身狀態下受到的傷害降低百分之10 感覺也就隱攻比較好用 其實如果像血蟲的話也不太用得上去 低伏的不是小特技啊 低伏是效力被效的 低伏也想效對面低伏不想讓對面低伏放羅漢 不過既然他沒放羅漢放的是效力的話那倒也無所謂 低伏還省省省省下這個份子 感謝AAA送的粉絲卡 感謝AAA 这个隐身时不能被攻击的说明 只是告诉大家 隐身时在没有感知 没有鬼眼的情况下 是不能被攻击 它是这个意思 这边他还是有点伤害的 不要很亏啊 大方怒很多的 我现在问题不大 先把王两吹魂加一加 其他单位啊 笑里空空怒 把让对面罗汉接不了 我感觉这个神木里秒头 在对面都不太好扛 就刚才取秒这个伤害来说 他点了一下大堂 气候气候场上自己就剩一个宝宝 也有点难受 点大堂了 既然刚才一个人点了 既然那么这把也一个人点 嗯确实 他正常只要 他不法连不法暴正常就能打一万 这怎么玩 点死大堂都没用 刚才就是三层风铃的经纪舞 然后这把又可以取秒了 经纪舞刷都蔓延了 刚出来的宝宝 哦这个是伏法无边的法链 两下伤害是一样的 那正好 女儿孙可以先拉一个地厅 女儿孙这回合拉地厅 下回合的话 对面大堂拉起来 是不一定好出手 哦 拉了个这个 四季 难血 一刀没 他一共就这么写个 血量 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感谢首席歌颂的 出出毛鲁 谢谢谢谢 因为现在场上没有电魂闪 所以神木里也可以考虑再去秘润 的确现在最近这个输出环境很良好 对面也没有罗汉 一直冰穿的问题也不大 受不了了点法系 其实我发现点法系还点不动 大堂正常玩 我打你打一万 你打我 洗澡几百 可能是光辉了 没破甲过 然后正法又一刻 刚拉起来 啥状态没有 大堂刚刚没光辉 因为我记得光辉完神木以后 地府被封的小特技 对面想再点吗 他发温霞化身 防了一手 防了一手就少出过宝宝呗 对面地府的宝宝是我们这边看过去一号位的宝宝 就拉出来的时候 你看一下状态 这里有四季 右键可以点 或者说在拉出来的一瞬间 你看到有几颗珠子 几颗珠子飞到了这个宝宝的身上 就知道了 就飘中化身了 飘中化身这大堂有点危险 我还好他也他也没有觉得飘 飘中 所以也没点 这样就是会被孤岛 看一下有没有吃大金家回春 那这样的话可以选择女儿生人拉 配素开化身化 生活大堂 但是好像也点不了 神木灵刚才被点了 应该是有琴一三叠的 也可以琴 那也可以点杀 能点 球稳就先控怒 因为我感觉现在重点不是在于点杀 而是在于保持神木灵的取秒 他可能都不太好扛 女儿有金那就更简单了 只要配 只要金金然后配素拉就能活 那就是想点杀 不想让他大堂活上 好家伙 这点杀都是这样点 四季的宝宝就不用去砍人了 四季的宝宝用来清宝宝比较划算 因为是不会神诱的 他这个宝宝是刚才用来清这个宝宝 然后用善恶去跟就行了 这个分配还是很合理 挺个大金 防对面拉昆蓬 他也来 这是不是大锁 拉俩洋护就行 这一手藏神的回春顶得非常OK 而且大堂承担了吸引对面宝宝 伤害的这个作用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下滑到拉出来的地厅了 这一手藏神的回忍 这一手藏神的回忍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给大家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 一般来说三合不太可能是弓的 原集这种弓的可能性会高一些 如果有弓地厅 因为像他们这种三合地厅里面 它有一些超级技能 是比如说什么超级大法 超级奔雷咒 超级地狱烈火之类的 会占用一个 比较容易洗出来 而弓地厅里面 只有唯一一个超级壁垒击破 才能洗出来 其他洗不出来 所以感觉三合这种 法的感觉多一点 弓的确实少 这个主要是洗技能的难易程度 你别看洗洗 好像只要花钱就能搞定了 但是这个东西 基本上 基本上大家能在 能洗出四个 四个里面能洗出三个能点亮 就可以了 风奏师 这边风地厅 抗风呢 他没风上但是头上没顶花 对面两边各丢了一尺 我怎么觉得有罗汉都不太好 这是超级法术暴击啊 他在暴击的时候 有这个额外的特效 大唐加敌 大唐加笛子了 大唐加笛子 Yew 好 我给你们说一件事情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只其实也是个全魔 对不对 但这个是原级 其实这样的话 这个DT的隐蔽性就非常高了 这个原级的地厅 因为大家如果 忙拉出来三只或四只地厅 大家肯定倾向于 这个是三合的 那个是双死的 那我肯定优先于 比如说持这个 可能原级的我就不持 或者说我用别的方式来防 但结果这个原级 其实也是个全魔 这是心理战 女儿村怕对面拉引弓 还特意拉了一只 感知的全魔 结果对面没拉引弓 有点浪费表情 这只是高速的魔 在感知的 这两只是工地亭 可能点化身去了 这个确实有点浪费表情 真的以为对面 可能还会拉个引弓出来 确实是应该会开五间 没必要挂小死亡了 这个是 有吸收 笑一下防止疊羅漢 還開無間好 兩個DT一個DT多沒加 但是我感覺都不一定點得下來 有盾加有酒飯清連 打不進去的 我感覺還是得控羅漢然後用全魔來推 好推 或者剛才換一個思路 用這兩隻工地廳先把對面的寶寶全清了 讓對面清不了地廳 這樣的話 這兩隻工地廳關照萬象完了以後 有零刃的回合 他用力劈去劈人也能劈得很痛 這也是一個思路 而且也可以防止後續拉出來的地廳被滑到 對面還是沒有拉隱形 那結束了 左下角的圖標消失了 這邊也很配合 沒有拿寶寶去下滑 好的 這個圖標很爽 好像有一个能光镜都结束了 确实有点暴力 他有一个单位在那吸收伤害 然后地厅还是能秒结束 当然不是对这一回合 他这么快能跳应该不是这一回合结束 这一回合可能秒的就剩这能光镜 然后下回合把他推掉 这雷击打地府就好了 地府刚刚被挂了个弱点没 能多打点 下一场是一点半 哦有穿透 这个地厅打了穿透 这样的话能对能光镜的单位造成伤害 好了这样能光镜也能飞 还真是一回合 感谢观看